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孩子吃饭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吃饭 你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却是所有的妈妈上面教养的地雷 每一天都在为着吃饭这件事情 在那边跟孩子怄气生气 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在吃饭里面有很多秘密 不知道所有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 我们总是有一些教养上面的一个习惯 需要改变 所以才需要教养的秘密这一本书 我们在帮孩子盛饭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一次半晚 然后再铺菜什么东西 东夹西夹全部都让他一次到位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孩子每天的食欲 其实跟他的活动量可能是有关系的 也跟他的年龄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每一次都有固定的量 孩子怎么可能会每一餐都能吃得完呢 那难道不要给他吃吗 我说不是不给他吃 而是让他每一次尘少一点 让他有可以吃完的那样的一个机会 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试验过 我说妈妈 你就给他这么一小球的饭 然后放在那个大的碗里面 你那个碗给我越大越好 然后呢 饭越小球越好 加一点点菜啊肉啊鱼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给他吃 然后妈妈说 难道就吃这样吗 我说你先别管嘛 我们先试试看再说 结果妈妈听我的话以后 回去就沉得很少 然后就这样子让他吃 吃完以后 他竟然跟妈妈讲说 妈妈 就这样吗 妈妈就跟他讲说 对啊 老师交代这样子啊 那时候 可是我还会饿耶 哇 饿耶 妈妈第一次听到孩子说会饿 为什么 台湾的孩子并没有 没有那种饿死的 只有每天都吃得很饱的 为什么 我们怕孩子饿 所以当我们怕孩子饿的时候 我们会沉得很满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点心跟零食 当这些东西下去的时候 盛餐又吃不好 当你饭沉得非常非常满的时候 孩子一看到的时候 就没有食欲 这就是教养的秘密啊 这就是饮食的秘密啊 每一个专家都在倡导说 你要让孩子开开心心 跟快快乐乐的吃饭 谁不知道呢 可是问题是 很多的妈妈 在最后可能吃不完 或甚至孩子就只吃到一两口的时候 就不吃了 哇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孩子的饱食中枢 在大脑里面 它其实还在发育 所以当孩子只要吃到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他不饿了 他就不会想吃 可是呢 大人却会吃到七分饱 八分饱 所以呢 他们的饱足感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跟我们大人的饱足感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他们只要一有吃东西 吃到不饿了 就想要立即跳下去玩 立即的下去看电视 或者是玩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稍微乘少一点 让他在 我会饿耶 然后我想要再吃第二个 我想要再吃第三碗 结果后来我问了那一位妈妈说 请问 那他后来多吃了好几球饭 跟一些菜菜等等 加起来的份量 跟平常你给他的份量 有什么差别 妈妈回答我说 反而比平常还更多 这不就是秘密吗 只是差在一个做法而已 只是懂不懂孩子的心理 这样子而已 所以教养的秘密这一本书 我们最希望所有的父母知道 孩子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打破了过去传统50年来的 教养上面的一些迷思跟逻辑 非常非常欢迎所有的父母 一起分享教养的秘密 优优优独播剧场——YK